我想與其說是戰鬥團隊不如說是奮鬥團隊 我們大家一起來為台中市民來奮鬥 前高雄新聞局長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鄭兆欣 新的一年有了新工作 擔任台中市新聞局長 服務的初衷是一樣的 那麼只要是市民朋友所在乎跟關心的 那麼為城市一起來努力跟發展 不會因為這個地點的不一樣有所改變 鄭兆欣說是街道市長鲁秀妍邀請來台中服務 先前他是將起全幕僚 是不是2022選前借降 提早募局 不用再聯想 因為畢竟大家今年是2022年嘛 祝大家新年快樂 鄭兆欣曾在高雄擔任新聞局長 直到罷函才卸任 口猜號跟媒體關係互動家 加上從罷免傳播為案 多次南下台中 鏡頭前頻頻露面 高的一個公民參與度 表示大家對於這場罷免案是十分的重視 另外也把它視為是 長期以來執政黨 在缺乏民意可以表達訴求 但是又違反民意的政策底下的一種 可以說是意見的反應跟反彈 盧秀妍小內閣 舊新聞局長這一職是第三度換將 從吳皇生換成黃國衛 再換到鄭兆欣 外傳是因應年底地方選舉 組戰鬥團隊 對此盧秀妍沒有回應 鄭兆欣則是強調 是以服務市民為主 TVBS新聞裡承認由許又翔 SV小組 台中采廠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